台北市長柯文哲嘴裡塞得滿滿 出席全民計程車行30週年餐會 頭超低瘋狂爬飯 不過鏡頭拉遠一點看 同桌相隔四個座位 竟然就是統促黨主席白狼張安樂 只見白狼坐在位置上 還和民眾黨邱承遠立委 遠遠拱手致意 不過和柯文哲卻全場暴冷 零互動 甚至連個眼蛇交會都沒有 是不是刻意閃避 中美看見 舞台上高歌一手堅持 柯文哲帶著黃珊珊和賴香菱 出席餐會 沒想到去和張安樂一起坐主桌 雖然兩人沒互動 但黃珊珊不避諱 主動上前跟白狼含暈幾句 也沒有說刻意的 因為他距離很遠 同時坐在那張桌上的時間 我想應該不超過五分鐘吧 一句話都沒說 明明白狼是柯文哲的天菜 但是柯文哲就故意視而不見 這叫做 搖鬼雞尻 黑道江湖人士當尿糊 需要的時候用 再來就用完即丟 柯文哲才剛和中東籍合體 引發不少爭議 如今又和白狼同桌吃飯 引發外界不少想像 在內新聞 葉辛亭 台北採訪報導